地处敏干交界的福建省长厅县铁长厢 山软起伏,上清水秀 十年前,来自台湾彰化的张元豪 看到这里发展茶厂业的机遇 依然辞去了台湾的高薪工作,来到长厅 在这里,他不仅收获了事业,也找到了真爱 日前,中心社记者来到福建长厅 约访了张元豪 初见张元豪,这位白进斯文的80后台湾小伙 正在厂房内仔细筛查 长厅县铁长厢的地形地貌和气候 与台湾彰化、南投等地非常相似 很适合种植高山茶 早在2005年,看好大陆的广阔市场 张元豪的父亲从台湾彰化 来到山清水秀的长厅县铁长厢 租下商地种起高山茶 2010年,张元豪决定辞去台湾的工作 跨海来到长厅继承父亲的茶厂业 多少有差异,但是不会差太多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台湾青人来大陆 其实是对的 因为我觉得大陆机会还是比台湾相对于多 而且就是市场也更大 他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于是,2010年,张元豪就来到了长厅 正式接管茶厂 刚开始,对于高山茶张元豪知之甚少 他从学习制茶起步 渐渐地掌握了茶叶的种植 加工销售全过程 如今,张元豪已经从一位机电专业的硕士生 变身一名干练的茶商 现在一年的量大概就大概是在三万斤左右 走的路线都走的比较精致 精致的路线 然后那个做一些细分市场 那台湾茶系列就是做了更细分市场 就例如说台湾的贵妃茶 东方美人茶 还有蜜香红茶 这些茶就是台湾原本就有的茶业 但是现在大陆市场上比较少 差不多是供不应求的状况 在长厅创业期间 张元豪邂逅了刚大学毕业的客家女孩董人花 两人很快相识相恋 成立了温暖的小家庭 并孕育了两个孩子 在大陆创业十年 张元豪坦言收获满满 在张元豪的茶厂内 记者见到了年遇五旬的丁桑秀 他曾是铁长箱的贫困户 自从十多年前丈夫去世后 他便来到茶厂工作 靠着每个月两三千元稳定的收入 丁桑秀将一对儿女拉扯大 他七十的时候 我的儿子才两岁 一个女儿才五岁 在这里到了很困难 反正到现在时很困难 一个都卫校 一个都出伤 我要照顾他的生活费 在这边我有小孩子 各个生期要回家 我可以照顾他 我还有个婆婆 解释多岁的要照顾他 多年来 张元豪一直坚持走 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 茶叶产业化道路 一方面优先吸收贫困户 到企业务工 另一方面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 先后带动十余户贫困户 一起种植茶叶 像丁桑秀这样在张元豪厂子里 工作的贫困户并不少 我们公司因为来得早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 05年过来 其实就乡里面的地下 发茶叶给农民 村民种 然后跟他们签保兽合同 带动我存十二户的贫困户 参与他的制茶 采茶过程 每户贫困户 每个人每天的 小路是80到100元左右 采访中 张元豪也和记者 规划着茶厂未来的发展 在茶商上 他打算建设茶楼与民宿 种下香樱花 发展休闲茶园 吸引游客来到铁长香旅游 对于未来 他信心满满 我们现在就是尽量去走那种 往那种休闲荣卫去走 对然后就是在茶园上面 盖了茶楼 就是说希望就是说 结合我们在县城的一些宣传点 因为更多游客进来 然后这些村民啊 他们有更多的收入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些产业 能就是再延伸出来这样子